台积电为纯晶片代工厂 而美国科技企业如辉达、高通和超微半导体 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金融时报三日报道 半导体试调公司VLSI Research董事长哈奇森直言 以台积电为代表 台湾号称系段的半导体产业实力 是台湾相当于美国的第51周 出于美国无法承受将台湾输给中共的后果 使美国需要保护台湾 韩国三星电子8月1日正式宣布 将关闭在中国苏州的三星电子电脑有限公司 并公布了补偿方案 苏州三星说除了研发部门外 其他部门的800多人全部遣散 目前三星的电脑和手机业务都已经离开中国 而唯一的三星液晶显示器场 今年也将转移至越南 美国将在8月13日开始对华为等5家中国企业 还包含中芯通讯 海康威视 大华技术 海能达等实施管制禁令 只要使用该5家中国企业产品的业者 将无法和美国政府进行交易 日本电信业龙头NTT Docomo就表示 当前情况恐难于贩售华为智慧手机新机种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创办的航台公司SpaceX 冲刺低轨卫星布局 正式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 将用户端接收的叠型卫星地面站 官方授权量增加4倍 推升相关领组件商机爆充 待望台阳、工准、华通等低轨卫星关键领组件后事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